這條片會介紹女性的生殖系統 reproductive system 和一些相關的誤解 這個就是最簡單的圖 是一個女性生殖器官的正面解剖圖 首先第一個就是輸論管 然後第二個Ultris就是子宮 Ovary就是卵巢 Servix就是子宮頸 然後Vagina就是陰道 調到這裏我們一定要看一看側面圖 因為實在太多誤解 我們把它放大一點 值得一提的是女性陰部附近有三個出口 最左邊用橙色標示的就是跟尿液有關 圈住的位置是Ulniribrenadus 就是膀胱 然後它會儲存尿液 尿液就會在Ulnirida尿道排出 然後紅色圈住的就是Ultris子宮 然後它連接出口就是Vagina陰道 我們之後說所有的跟生殖有關的內容 其實都是跟紅色這個部分有關 跟左邊橙色或者右邊咖色的部分是完全沒有關係 最後右手邊咖色的墊咀 上高就是Rectum 直腸 而它的出口就是Annes 肛門 糞便便在這裡排出 我們回到Mindmap 之前已經說過Mindmap裡面的過程叫什麼 這條片就會繼續說他們究竟在哪裏發生 首先排卵ovulation當然是在卵巢ovulari發生 然後精子就是在Satural Intergloss性交的時候 就在Vagina陰道進入女性體內 那卵子本身呢 自己的細胞它是不能夠自己移動的 那它就要靠Ovitus輸管上高的一些Cilia 一些群毛數下數下這樣 就把它沿著那個輸管那裏推進的 而Sperm精子呢 本身是有運動能力的 它有條尾可以游水的 那就會一直游 沿著Vagina陰道 接著就穿過子宮頸 接著就去到Uterus子宮 那那個子宮呢 進入去酥卵管 Ovitus那裏 其實就因為有兩條Ovitus 有兩條酥卵管的 而通常呢 就只有其中一邊有卵子 那些精子呢 就會Random隨機這樣 又向左右兩邊 那這次這個情況呢 就是畫面的左邊那裏 而右手邊是沒有的 那右手邊那些呢 就全部都沒有機會 進行Fertilization受精的了 那當精子和卵子相遠呢 成千上萬的精子 就會圍住那一顆的卵子 然後呢 只會得其中一顆 才有機會進行Fertilization受精 那那顆精子呢 就會將它的Nucus細胞核 即是那個精子的頭部 就會進入它的卵子裡面 然後兩個Nucus細胞核 就會融合的 融合了之後 就成為一個受精論 Fertilized egg 或者叫做核子cycle 那它會繼續進行 Mitotexel division 即是有C細胞分裂 一變二二變四 四變八 最後呢就會變成一個 Ambrio 一個胚胎 那去到這個時候呢 就應該差不多走到 Utress子宮那裏了 正正是因為Ambrio 胚胎發育到這個階段 它才是可以進行Implantation 直入或者有些 有些液做著藏 那這件事就發生在 Utress Nining子宮內壁那裏 那所以呢 受精就需要發生在書論館 如果不是呢 譬如如果受精是發生在子宮的話呢 那去到子宮的時候 它就沒有足夠的時間 發育成一個能夠直入的胚胎 那就不能夠在 不能夠把握這個時機 就直入到那個 那個子宮內壁那裏 那之後呢 就會隨著月經 就會經陰到離開 女性的身體了 那就變成了沒有機會懷孕了 那那個Ambrio胚胎 就會繼續發育成Fetus胎兒 然後呢 就一路越來越大 那就會在 會令到子宮都越來越大 然後呢 就在外面也看到 女性的腹部會長大 即是所謂見肚 那最後呢 那個嬰兒呢 就會由Vagina陰道出生 那裏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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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裏出生